在长春市新年大街 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的中央 矗立着一尊身形伟岸 表情凝重的人物雕像 诺尔曼白求恩 这个曾经想扯中华大帝的名字 是历经一个时代的锤炼洗礼后 沉淀而来的精神象征 这座史创与1956年历时三年完成的雕像 不仅已成为了长春市地标之一 也是吉林大学医学的文化符号 吉林大学基础医学学科 已走过了83载的光辉岁月 新中国成立之初 国家建设迫切需要大批正规化国防医学人才 1951年6月 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下 第一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部应运而生 以组织学与陪胎学家鲍建金 微生物学家杨夫海 医学生物学家王凤震为首的 一大批国内顶尖医学专家来校任教 创建了一系列国际先进 国内领先的学系和教研室 使得基础医学部成立之初 就在国内各个医学专业领域均处在了领先地位 八十多年来 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始终把传承和发扬白求恩精神 作为办学之本信仰之机和力量之源 而与民族同呼吸与国家共命运 更是每一位在校师生的国变初心 改革开放以后 以免医学家杨贵真为代表的 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基础医学教育家 科学家 用他们的奋斗与拼搏 取得了一项又一项功辉业绩 进入二十一世纪 学院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以更加开放姿态和更加包容胸怀 向引领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目标 持续前行 不断迈进 历经八十余载风霜魔力 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一路攻进课南 斩棘匹精 在时光的洪流中 捐刻一项又一项辉煌佳绩 学院荣获国家级教学团队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国家级精品课程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全国首届优秀教材一二等奖 拥有四个一级学科 其中基础医学入选国家双一流自主建设学科 五个相关学科进入全球ESI排名前百分之一 药理学与独立学进入全球前千分之一 拥有病理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人寿共患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疫苗与细胞治疗产品人员化动模型评价 国家药金局重点实验室 全方位打造智慧教室 开展虚拟教学 随着新医科生物医学科学本科专业获批 学院正式开启 引领医工文理交叉如何改革创新的探索之路 近年来 学院产学研转化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不断提升 完成了国际领先的生物靶向药成功转化 为保障人民健康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2020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学院科研团队联合企业开发多款新冠检测试剂 并在国内外投入应用 2022年 向吉林省无偿调波检测试剂盒百万余册 荣获科技部全国科技系统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2014年以来 在历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 即实验设计大赛中 获得奖项26项 其中一等奖和金奖12项 学院始终保持面向世界科学前沿 以高水平的国际合作打造人才培养和科研高地 与美国、英国、加拿大、荷兰、俄罗斯、日本等三十余个国家的高校及科研机构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是我们笃定的奋进的方向 未来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 将全面构建新时代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 加快推进高水平学科建设和科技创新 不断增强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等力 持续扩大学院国际声誉和学术影响力 回答好 国家全面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时代命题 为吉林大学 加快建设医学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做出更新、更大、更卓越的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